穷人的街边美食却是一级致癌物 而这个男人此刻的行为无异于慢性自杀 让他边嚼边流出红色液体的美食就是槟榔 光在我国的年销售额超一千亿元 如此庞大的市场规模 为之付出贡献的却是穷人 印度的街边美食火焰槟榔 就是这会制作的 用槟榔叶包裹上槟榔果 再撒上各种各样的秘质香料 点燃火焰后 老板会暴力地塞到顾客嘴里 让元素周期在嘴里爆炸 体验冰火两重天的快感 而在我国台湾海南和湖南三省 是槟榔的销售大省 随便一个街边小摊 都可以看到这货的身影 其实早在2000年前的汉代 就有嚼食槟榔的习惯 时至今日已超一亿人在消费它 据我国医疗院数据显示 口腔癌患者中超过88%的人 有嚼食槟榔的习惯 而使用槟榔的人群 患有口腔癌的概率是普通人的123倍 而全国因吃槟榔而死的人数超一万人 2003年 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 2021年土耳其更是将其列为毒品 如果你带着槟榔去土耳其 那么恭喜你 你将直接被捕入狱 2022年9月 著名歌手傅松就因长期嚼食槟榔 导致患上口腔癌 痛苦不堪 最终不幸迷世 那你吃过槟榔吗